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就是所谓时间点的问题 我们讨论国际问题 常常会focus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就是why now 执行性的问题 这个时间点恰不恰当 或者是说现在整个的政治氛围 可以让我们针对台日的可能的军事合作 进行讨论 甚至就是说跟日本方面 积极的来做出方面的推动 如果两位的观察 看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蛮敏感的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 可以提供我们做一些观察的一些指标 这个日本国会的任期是到明年 是到明年 9月是安倍个人的总裁的任期 可是这一届的日本参议院的任期 是到明年的7月份 就满4年 那在战号日本史上只有第38届的国会 是满4年 任期满之后再改选 只有一次 对300多次的选举里面只有一次 所以换句话说 日本首相的惯例通常不会 让你做到4年之后才改选 一定都会提前解散国会 为什么要提这个 因为现在的安倍的政治情况一直下跌 可是基本上它是没有对手 它是一抢的状态 可是最近也不是传出 它可能身体状况出现状况 所以这个可能如果有身体的状况 它之前前一任也是因为 身体的状况提前下台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相信这个传言 因为2006年那次安倍是因为 它有肠胃的问题 那这个就我所知 反正日本有一家医院 特别帮安倍 研发了一个特效药 听说安倍的行程是以分计算的 这个真的是铁人行程 其实这个NHK跟这个共同社 每天都有首相每天的行程 都要公开的 你去看它是真的非常忙 那再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说我自己的判断 在今年的11月之前 就秋天结束之前 安倍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可能性非常高 它现在在等时机 在等时机 那这个大选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 就是自民党一定会赢 是赢多少的问题 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对手 所以如果它是获得绝对多数 就是三分之二的席次 那我觉得安倍可能走向第四任的可能性非常高 就是再次修改自民党的党纲 就是延长总裁任期到第四任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只有赢了二分之一 那它就会指定接班 那指定接班的话 我自己的观察是前外向 安田文雄的可能性最高 和野太郎当然这个野心非常大 可是再回到刚刚提到的 就是日本政治毕竟还是以妥协为主 所以日本国内的政局改变 我觉得是第一个观察点 因为如果这一次安倍如果再狂盛 那它明年开始推动修宪的可能性就非常高 所以它如果修宪把自卫队入宪 就是在宪法第九条第二项 把自卫队放进去 变成所谓的国防军 那台日的安全合作 这个可能性就会更高 那第二个观察点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美日关系 这个要等到今年的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要去观察日本怎么去因应川普连任 或者是拜登胜选 日本在外交跟安全上 会有一个蛮大的调整 那这两个日本国内政治跟美日关系 的这个变化 我觉得都会影响到台日未来 军事或安全上的合作 其实日本方面 现在最蛮夯的一个议题就是 究竟他们派出来参加 李前总统 登会的这个商礼 层级 会不会突破以往 以你来看 麻生太郎来的机会 大不大 基本上我觉得 在今年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日本外交 现在是处于一个混沌期 他不会在外交上 或国际政治上 做出太大的表态 因为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对日本来讲 国际事务最重要的 还是对美关系 所以美国 对美国的路线底定了之后 才会去决定 日本其他的外交事务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 日本有需要 在这个时间点去表态 那麻生到我们的白金台 就是我们这个 驻东京的办事处 已经去调用李前总统 这个已经是一个突破了 对 谢谢 看中有没有什么 刚刚那个 中介兄提到 时间点的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对于推进台日的 整个军事的安全合作 是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时机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 至少可以从三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面向 我们看一看日本最近这几年 对中国整个军事的威胁变化 他的态度是一个明显的转变 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呢 比如说在他的 他公布的201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 当年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第一部分 这个防卫白皮书的第一部分呢 还是美国 没有变 所以呢这个美日的联盟还是属于最核心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 在第二部分发生变化 在以往呢 北韩都位于一个第二部分 高于中国大陆的位置 但是在2019年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呢 当时的中国大陆就取代了北韩 成为第二部分谈论的一个对象 那从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到2010年的防卫白皮书 其实都没有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出 日本现在对整个中国大陆的整个军事的威胁 他已经认为在主观任职上 他已经超越了北韩对他的威胁了 那么在2020年 也就是今年公布的防卫白皮书里面 其实是颇刊王位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防卫白皮书里面讲到 中国正在执钮的继续试图改变现状 所以那个现状是动态 现状是动态 而且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不是他的改变现状 也不是台湾在改变现状 是中国大陆的改变现状 而且是执钮的改变现状 这个当然这个玉仁兄对日本比较有研究 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话的执钮 就我的理解而已 就是非常固执 非常固执 这很有谴责 或是表达敌意的一种 负面的意思 就是说我不管你其他国家怎么想 对不对 我不管你日本怎么想 美国怎么想 我就是要改变现状 所以在2020年 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当中 日本首次用了这个词 也就是说 日本已经认为 中国是铁了心 他就是要改变现状 是其他的国家是改变不了他的 所以从这一点点 也可以看出来 日本对整个中国大陆 整个的军事威胁的一个认识 另外一个是例子 也就在今年的6月 日本公开的公布了 他在东海发现了中国的核潜舰 各位 中国的核潜舰 就是出入日本周遭的海域 绝对不是第一次 绝对不是今年6月 他是第一次 那妥康王位的是 那为什么过去日本他不公布 他今天要公布呢 那实际上一方面 他是就很明显告诉中国大陆说 这个你已经做得太过分了 你做得太过分了 就不要再进一步 另外一部分 等于是也提振国内整个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的 整个认知的一个共识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 是最近日本宣布他要申请加入五眼联盟 这个五眼联盟是由美国 加拿大英国澳洲纽西兰 做成一个情报分 分享的一个体系 最近这个五眼联盟 过去可能国内的观众 对这个五眼联盟 其实可能不上什么 听的机会不错 但是实际上最近五眼联盟 他的整个曝光率很高 从美洲关系紧张了之后 五眼联盟这个词 在媒体上出现的曝光程度也大 所以这个五眼联盟最近曝光的程度 然后是专门针对中国大陆 日本现在公开说 他要申请加入五眼联盟 成为第六支眼 意味着什么 因为他不太顾及中国大陆 不太顾及中国大陆 因为他知道中国大陆一定会生气 但是他也不管你生不生气 所以从这些事态动作来看 你都可以知道 日本对来自中国大陆的 整个的军事威胁 国内的态度 他是在改变的 这是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 现在的台日在推动 整个的安全活动上 成不成熟呢 我觉得 我们要看台日之间的关系 那现在的整个的安倍政府 大概是日本近年来 对台湾最友善的一个政府 从2015年当时的蔡英文总统选上总统之后 安倍公开的对他给他恭喜 恭喜这两个字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平常在谈恭喜恭喜 问题 他这个动作实际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意义 因为对他来自于日本的首小之后 而且是从日本跟中国大陆建交之后 首次有日本的首相 针对台湾的总统 公开表达恭喜 那这不是日本对台湾友善的唯一动作 或者是一次性的动作 那么在恭喜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呢 日本就宣布了 他把驻台湾的整个的代表处更改 从这个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 改为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 整个的一个外交动作 另外呢 日本呢 这几年来 特别是今年 公开的支持台湾成为 世卫大会的观察员 那他这样的动作 实际上也会激怒 中国大使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显示着说是其实台湾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友好的 那么这种两国关系友好的这种态势呢 会成为推动 推动两国强化 强 安全合作的一个动能 另外呢 是刚刚毅仁兄跟这个 这个冲击兄都提到 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态度 那日本的整个的军事 他的外交以美国马首是瞻 所以美国态度呢 在推进 台湾期间的安全部门方面呢 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 美国会不会鼓励 或者是不反对台日之间 加强安全合作的 在现行的条件之下 他是会鼓励的 那你从美国呢 最近呢 通过了一连串的有台的法案 对台湾旅行法 台湾版保证法 台北法案 以及这个国防授权法 当中的有台的一些 条款 以及国会正在讨论的 保卫台湾的整个的法案等等 你都可以看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所以呢 美国应该他会鼓励台日之间呢 强化之间的彼此的 这个安全合作 再从另外一个例子 北韩的例子 为了因应北韩的威胁呢 我们知道那个 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呢 非常的紧张 但是呢 为了要共同因应的 这个北韩的威胁 美国就居间就牵线 就调和了这个 日本跟韩国之间的关系 那促成了两国啊 他签署了军事机密的保护 对 一个协议 所以北韩的例子呢 那现在的目标是在 要对付大陆 所以呢 从北韩的例子身上 你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把中国大陆 当作他的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很可能 为了要应付中国大陆 然后呢 会拉近台日之间的 整个安全合作关系 那 最后一个美国呢 会 我认为美国会支持台日之间 他的 增进他的安全关系的 是因为 美国的整个国力 跟军力 这几年过度的延伸 因为呢 整个防恐战争还没有结束 美国又建立 又介入了叙利亚 利比亚战争 然后在欧洲要因应 俄罗斯的崛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国力 他的军力过度延伸 他必须要有很多国家的联合 跟他站在一起 共同因应中国 大陆整个威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也会 应该是很可能 会推进整个台湾 跟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 来减击他 一些贪困 刚刚抗中提到了 日本 尤其是在我们 台湾疫情 整个整体表现 获得全世界的肯定 包括安倍本人在他的国会 面临国会质询 他也是针对台湾加入 卫生组织的正面的表态 支持台湾加入 这个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 另外一个也是内务副总理 马森太郎 你看看他当初 支持台湾加入的电视画面 我想这个是近几年 我们很难得看到日本 这么高的政治领袖 公开的表态 支持台湾 谢谢刚刚这一些观点 我相信对我们了解 也可以看出 两个在基本的立场上 虽然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面临日本 政府对台未来军事合作 一定会充满的 支持的态度 跟反对的态度 这个是一定共同存在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